今天特首解釋了為何要進行立法的工作 目的是什麽 初心是什麽 他也評估了現在的情況 他覺得聽了大家的意見 覺得暫時應該停一停做好諮詢的工作 解釋的工作 然後再繼續恢復立法會的意圖 我就希望特首有這麽快的誠意做出這個行動來説 我希望反對人不要純粹為反對而反對 而是希望預留多些時間出來討論 在未來日子裏我希望政府可以多些公眾階層 不同的團體多些去解釋 去消除人的意慮 所以我們明白到有些反對方面有兩類的 有些是真的不太理解 產生疑慮 一而反對 另外也有些是為反對而反對 發覺可能有些外國的勢力在裡面 所以令到事情很複雜 我們希望能夠爭取多數人對支持 理解 為何我們要有這個法律的修訂 再給我們希望你的確信 知道吧 希望能夠留兩年 也沒見到 我們希望能夠留族 保安